科大變黑客解放軍侵Server 美國保安公司踢爆 上海有解放軍黑客集中營 報告說過去兩年 找到的黑客Server入面 709個在中國 原來香港都有7個 黑客還會透過中介程式 用其他Server入侵目標電腦 不會用自己部機落手 報告披露有裝中介程式的IP 其中有一個Server屬於科大 由校方IT職員登記 不過有專家說 不代表黑客就是科大中人 因為中介程式可以透過惡意軟件 或者程式漏洞遙距安裝 科大就說報警處理 他批評黑客和商業間諜 會打擊美國經濟和競爭力 聲言會加強外交壓力 甚至用法律行動反擊 雖然說就說沒有針對任何國家 但白宮份報告提及中國的次數 和列出的中國洩密案例 就明顯多過其他國家 看來針對中國的意味 富之欲出